大家好,我是鱷魚眼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角色攻略 雲神埃洛伊詳細培養攻略 武器聖遺物陣容配對選擇天賦如何點 將你如何養成埃洛伊 首先是武器選擇 五星選擇雷弓或者天空弓以及阿末斯 五星弓,有五星弓就用五星弓啊 當然啊,你如果有弓子的專武啊 就是你不小心抽出他的話 你也可以給他 當然啊,這種感覺就是 太大了,這成本太大了 當然啊,有些歐皇你隨便抽了幾發就出專武 然後你沒弓子這個角色呢,就當我沒說了 四星選擇弓杖以及暗箱獵手和絕嫌 還有一把兌換的黑炎弓 但黑炎弓的兌換成本實在是太高了 其實我不建議你們去兌換的 然後是聖遺物的選擇 聖遺物的選擇呢,四件套推薦,冰套四件套以及追憶四件套 冰套就是相對的會比較穩定的輸出吧 然後追憶四件套呢,就是考驗你的普攻 以及大招後的他強化的那個冰附魔的普攻了 二加二我這裡推薦呢,二兵套加二絕對是或追憶 然後還有一組就是提升大招以及反應傷害的 就是二兵套加二中式會的二樂團 其實相比四件套,他這兩個四件套 他其實屬性都是,四件套屬性都比較單一 所以呢,我其實更推薦你們二加二 主要是因為二加二他的聖遺物好刷呀 然後副詞條的選擇呢,沙漏選擇攻擊沙漏 杯子呢選擇冰傷杯,其次呢是攻擊杯 帽子呢選擇暴傷或暴擊 小詞條的選擇呢,暴傷或暴擊 然後呢,其次是百分比攻擊 然後呢是精通或者充能 精通跟充能那怎麼分別呢? 那如果你是打龍化的話呢,那我更推薦你用精通 如果你是打戰場以及那個 勇動流的話呢,那我更建議你帶充能 這樣的話那你的大招的刷新會有更快一點 這讓你充能不用那麼麻煩嘛 然後就是天賦點的選擇了 其實還是要看大家吧,如果你是想當主C的話呢 那你就三個都要點,如果你是玩荷包大招的話呢 那你就直減大招就好了 最後是陣容配隊,第一套三口隊伍呢 第二套三口隊伍呢,是永動隊 然後呢就是溫迪、行秋、迪奧娜 行秋呢你也可以兌換成星海或者莫娜 沒有溫迪的小伙伴們呢,可以替換成砂糖 如果有萬葉的小伙伴們呢,那是最好上萬葉的 如果你的迪奧娜不夠分呢 你也可以把它換成羅莎莉亞或者凱亞都是可以的 第二套隊伍就是國家隊了 行秋、香菱以及班尼特 如果你不想用國家隊伍的話呢 你也可以激情用混搭 就是把香菱呢,換成蕭公或者黃女 行秋呢可以換成風氣輔助、砂糖或者溫迪 都是可以進行一個選擇的,賭 看大家的需求吧,我也只是給大家一個參考而已 然後是最後一組 也就是我們最常見的核爆隊伍 因為艾洛伊的大招是可以進行一個核爆的 所以呢,喜歡核爆的小伙伴們呢,可以試試和艾洛伊的核爆 好的,那這期視頻就到這裡結束了